Inpress插入图片介绍 当我们在制作简报的时候 如果可以根据我们的主题或者内容 选择适合的图片放在我们的投影片当中 可以让我们投影片更加的吸引人 那怎么样选择适合的图片呢 我们先打开范例档 第一张投影片 这三张图片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改变背景颜色的时候 请到右侧栏 选择母片页面 选择有底色的母片 这个时候您可以发现 最右边的图片 它的背景是白色的 那我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呢 尽量少用背景是白色的图片 那左边和中间这两张图片的差异性在哪边呢 好我们先点选左边 我们把它放大 那放大的时候有个技巧 按着键盘上的shift键不要放 好点选控制点 拉 好您可以发现 您可以发现这个图片的边缘 它不会有锯齿状 好取消 再来我们试试看中间这张图片 一样 我们按着shift键 好等比例放大 好您可以发现 它的边缘 已经有锯齿状 或者比较模糊的样子了 好取消 好那左边这张呢 我们称为向量图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左下角这边有一个状态列 有呈现文字说明 SVG 好我们点中间这张图 好带透明色的点阵图 最右边呢 点阵图 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三种图片的差异性 如果我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 如果可以找到SVG格式的图片最好的 其次呢是PNG 好那很多照片 其实它只有所谓的JPG的格式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张投影片 好我们再复习第一张投影片告诉我们的 图片常见格式选择 第一个尽量选择SVG向量图 那其次呢选择PNG 带透明背景的点阵图 好最后的选择呢是JPG 点阵图 好通常我们拍的照片都是属于JPG的 那再来呢介绍三个网站 我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一些图片 那我们必须注意到它的版权有没有问题 好那这三个网站的版权是开放的 所谓自由软体 好我们点选第一个 好先打开来 第一个是OpenClickup 好这个是OpenClickup的官网 随时都会有最新的图片 好由网友上传到这个网站 好那这个网站的东西 你的版权都是开放的 你也可以用在你的教学 用在你的读书报告 甚至用在商业用途都可以 非常自由的图片 网站 再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我们点选图库 好一样OpenClickup MTPC 好这里呢是经过整理的OpenClickup提供的图片 好我们可以点选3C 好你可以看到有关于3C的图片 好回上一页 我们选一个植物的Plant 好这些呢都看OpenClickup的版权一样都是自由使用的 好再来另外一个 最后一个Pizzabay这个网站 好这个网站提供的也是属于免费的图库 那一打开的时候 它会先选择简体字呈现 好你可以在这边做输入 搜寻 好第一链呢是广告赞助厂商提供的 那如果你选用这边的图片 通常它会有浮水印 好那我们跳过这一个部分 好我们可以往下找 好找到你喜欢的图片 好那这三个网站图片呢 您都可以参考用在你的简报上面 好再来我们还可以使用搜寻的方式寻找图片 我们常用的Google搜寻 好点选图片 我们打猫咪 好你可以找到很多图片 但是呢在搜寻当中找到的图片版权 您必须非常注意 有些可能不能用在公开的网站 那您在教学上或者在读书报告上用是OK的 但是千万不要在公开的网站上把你的投影片加上这些可能会有版权问题的照片 好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搜寻图片的方法 好我们切尾去open click up 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了图片格式有哪几种 那我们尽量选择SVG格式 其次是PNG 再其次是JPG 那这边提供三个网站可以让您下载图片 第一个是open click up 那第二个呢和第一个是一样 只不过是经过整理的 好第三个是PizzaBear 这三个网站 好您都可以去试试看 找到您喜欢的图 用在您的投影片上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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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